针对政府在调查期间公开李显阳夫妇的身份 但在吉保贿赂案中却没有透露涉案人的身份 内政兼律政部长尚木根解释 李显阳和林学芬在宣誓下共证时撒谎 而且现在潜逃在外 他指出执法单位一般上不会公开涉案人士的身份 除非这涉及公共利益等因素 内政兼律政部长尚木根在回答非选区议员梁文辉的提问时说 警方会视情况决定是否要公开身份 比方说涉案人士在调查期间潜逃或出境 例如早前涉及名牌代购诈骗案的夫妻 部长也指出当事人的身份也可能因为罪行已经被公开而曝光 例如在张仪机场集团前主席廖文良的前女佣被指偷欠案中 廖文良的儿子廖启隆在宣誓下撒谎的事件 部长指出有议员近期在国会询问有关李显阳夫妇在庭上撒谎的判决 政府有必要提供完整和准确的回复 同时说明李显阳和林学芬在同意配合警方调查后却没有这么做 针对为什么没有公开急保贿赂案六名涉案人的身份 邵穆根表示两个案件情况不同 因为执法单位无法掌握足够的证据 对六名涉案人提出控诉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上不会公开涉案人的身份